來看到台灣生產的高端疫苗 現在要開始來進行 緊急使用授權EUA的審查 但是之前卻傳出了 支持免疫橋接的這些學者 開始進到了專家會議 站前來換審查委員 其中還有三個人是來自 前副總統陳建仁相關的 國衛院系統 因此民眾黨昨天在臉書上投 PO了這麼一張圖 這張圖其實陳建仁在2017年的時候 手繪的懸崖勒馬圖 那個時候陳建仁PO這一張手繪圖 是要形容退府基金 出現了破產危機 民眾黨說 現在同一張圖懸崖勒馬 要奉還給陳建仁 原因是因為希望他能夠救救 快被民進黨搞垮的國產疫苗 民眾黨表示 有很多的醫學專家都要求 將國產疫苗視為戰備疫苗 一樣給予足夠的時間來研發 但是蔡政府執意要扶持主打疫苗 又用各種的手段壓苗助長 應該要積極外購 才能夠給予國產疫苗 足夠的時間跟空間 這是民眾黨在臉書上投 所發的一個最新聞 要求陳建仁懸崖勒馬 而其實說到了疫苗 在昨天的指揮中心也回應了 傳出說是不是國衛院這邊 有在積極洽談 能夠幫莫德納來代工疫苗 這麼一件事情前級管局局長蘇毅仁 他直接講說是天方夜談 因為想要做疫苗國家隊門檻很高 而北市議員李明賢責擔心 指揮中心是不是又在畫大餅了 我不是醫學專業 所以我這幾天包括6月29號 我看到新聞就說 我們的國衛院 已經在洽談了 準備在未來6到9個月 等於半年之間 我們就可以量產生產3到5億劑的疫苗 因為我不是這個專業啊 我大概一般人跟我一樣 也不是說那麼專業 譬如說mRNA是什麼東西 是什麼樣的技術才能生產 大家只是看到這個新聞說 哦 台灣有救了 台灣沒問題了 台灣安心了 至少半年或6個月之後 台灣就可以生產3億劑到5億劑的 莫德納全世界最棒的疫苗 這個政府很厲害 讚 很好 沒問題了 政府超前部署了 就覺得說哇 政府真的有在做事哦 不是只有那個磁劑 不是只有紅海 不是只有台地界 海基電在努力 政府很棒哦 很好 我覺得好像心安了 大家搶疫苗算了 年底應該打得到莫德納了 沒問題了 結果後來我也想不對勁啊 你包括那個 陳時中或指揮中心 是不是又在畫大餅 畫餅沖積啊 他是不是又在又在糊弄大家 結果今天看到新聞 前疾管局哦 蘇毅仁 蘇毅仁是阿扁時代的疾管局局長 他的備份他的份量 而且他是公衛專家 他的份量 至少我覺得是有可信度 至少我覺得蘇毅仁的講話 是比陳時中有可信度多了 所以我就仔細看一下蘇毅仁講了什麼 我發覺恍然大悟 我發覺蘇毅仁講的應該是比較有可信度 而且真實度比較高 第一個 我們 MRA是一個莫德納的技術是很高的 而且 依照蘇毅仁的講法 去年 輝瑞才生產一點點而已哦 沒有辦法大量量產 因為技術是新的 很難突破 到今年技術才突破 才正式開始量產 那台灣 憑什麼 憑什麼 我們 可以做得到半年生產3到5億劑 那這個這個數據是搞錯了嗎 還是說我們是根本數據 就是自己掰出來的 所以蘇毅仁 戳破了國王的新衣啊 蘇毅仁戳破了指揮中心的 這個又在 劃柄衝擊嘛 所以我覺得蘇毅仁講的才是真的啊 那第二個 假設莫德納 半年可以生產 我們可以生產那個 就是說3到5億劑 那這有可能嗎 那為什麼大家講說 AZ代工我們量產 我們就量產不足 那第二個大家再思考一下 南韓原本 南韓可以代工莫德納哦 可是南韓做的是他後端的包裝 跟吳俊填充而已哦 他實際上的南韓的技術也做不到 所以我覺得說 台灣 為什麼從6月下旬 6月20幾號傳出說 我們可以比的莫德納的代工 然後 半年之後就可以量產3億劑了 我覺得這根本天方夜談嘛 根本就是畫柄衝擊 指揮中心 透過特定的媒體放出了訊息 所以我覺得這個搞不好 又是一個一個騙局了 當然我不想用騙局這麼難聽的字 可是 你 AZ如果生產代工可以的話 去年就做得到了嗎 為什麼到現在疫苗進不進來的時候 包括台積電 包括紅海 包括池劑都在爭取 民間都在爭取的時候 那你現在拋出這個訊息出來 真相到底是什麼 談到哪裡了 所以我認為 蘇宇仁今天講的真話了 他說認為 這個代工莫德納三到五一劑是天荒夜談 那指揮中心每天講天荒夜談是什麼 就凸顯說國內沒有疫苗嘛 所以國內的真相是什麼 民眾 餐廳業者打不到疫苗 餐廳要關門呢 在下跪 很多連鎖業者都要倒閉了 這個就是真相啊 那指揮中心根本沒有把真相 給國人講 指揮中心每天在開記者會在講什麼 是不是在謊言滿天啊 所以我覺得這很悲哀 台灣目前真實的困境是什麼 彭博的報導 台灣現在疫情疫苗 我們的防疫已經落到後段班了 指揮中心還不給人民真相 還在講話餅衝擊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悲哀 所以拜託指揮中心 講我們現實的困境是什麼 不要再糊弄人民了 我也想知道疫苗什麼時候可以打 可是 我覺得這個是遙遙無奇 所以拜託指揮中心 講出真相 即使疫苗半年一年 兩年之後才能打 你也把真相告訴人民 讓人民有所做準備 目前子平線上8656位朋友 要感謝散戶醫師 給我們抖內實際支持 謝謝您 而另外再來看到 是不知道有沒有台北市的市民 昨天有沒有去看一下夜市的狀況呢 這個是台北市 包括了寧夏夜市等部分夜市 昨天開始 微解封 好什麼叫微解封呢 就是他還是有些限制的 進到夜市裡頭呢 必須要戴口罩 同時入口必須要有人來做管制 攤商呢 集中一側營業 同時呢 禁止內用 所以裡面不能夠擺放桌椅 當然也就禁止邊走邊吃 好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一個政策的改變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台北市長 柯文哲認為現在呢 這封到現在四十幾天 快五十天了 再封下去 他很擔心 領薪水的人可能沒感覺 但是每天呢 必須要靠這一些消費 以及這一些收入 才有辦法生活的攤商 可能生活已經影響很大 昨天的這個微解封 攤商的部分說很開心 但是呢 自己心裡頭 還是有些怕怕的 至於在網絡上頭 大家怎麼樣來看待這一次的事件 有的人就直接講了 哇 台北市真的心臟很大顆耶 還說六日一定很精彩 甚至講了說柯P敢開放 你就必須要負責 甚至呢 雅虎民調做的一個最新民調 針對雙北 有部分夜市已經先微解封 這樣不贊成這樣的政策 目前看來反對的 1914票 還是比贊成的來的多 大部分的人都擔心 是有風險的 也很害怕說會被爆發 另一波的疫情 那麼這一位 這是台北市議員 尤淑慧 尤淑慧就講了 他說他知道 有人在看台北笑話 甚至準備要做政治批鬥 不過他也提到 就台北市來說 這有非常大的部分人口 都是在從事服務業的 所謂的服務業就是 你必須要營業才會有收入 因此他擔心 風得越久 經濟就會死得越快 至於在昨天的這個狀況 寧夏這一邊是為解封 昨天就有夜市的攤販 胡椒蝦一次準備了60份 結果說開張一個半小時 通通賣完 讓業者很開心 終於有收入 雙北疫情嚴重 不少夜市自主休業 像是台北市的寧夏夜市 停業一個半月 攤商零收入 實在衝不下去 自製會決定為解封 從今天開始恢復營業 畫面當中可以看到 有些許人潮 尤其是銅板美食串燒炭烤 或許民眾是太久沒吃到了 一夾就是一整籃 民眾排隊取餐 也都有保持適當距離 來聽一下民眾 和攤販的訪問 比平時多很多人 然後會有點緊張 但是就因為還是要過來買晚餐 所以就盡量避開人群 很棒有收入了 不然都沒有做生意也不行 雖然和疫情爆發前的盛況不能比 但有收入老闆已經很開心了 寧夏夜市宣布 微解封180家攤商 先讓四分之一 大約40個小吃攤副業 並採單雙號分流 每周輪掉 希望可以讓每個小吃攤 都有機會出來賺錢 而北市府也公布了 微解封的五大原則 包括必須要經市場處審查許可 要自主減攤 以原規模的四分之一為原則 落實實聯制 攤商要嚴格的自主健康管理 戴口罩量體溫 一律紙能夠外戴 做到有限度的開放 大約 了 J